使画面呈现出一种流动的节奏 充满着生命的气息 纵观曾刚的艺术之路 由雅嫩到老辣 由成熟到繁普 追求自己的个性 开拓出深远的意境 山为云雾而变 水为石而声波 妙趣丛生 所作的山水 源于自然却高于自然 画如其人 走正了自己的艺术路子 显出了中国画的气派 形成自己独特的国画风格 人们喜爱他的山水画 赞与他为画坛交子 更爱他的山水精神 为海上画坛的山水画 又新添了巴蜀山峰 祝愿曾刚在具有 娇人魅力的中国画坛上 不断心情耕耘 大胆探索 阔步迈进 更上一层楼 各位大家好 今天我给大家画一张 比较全的山水画 这个画面呢 包括了我群上比较熟悉的 比方说 一个是山 石 树 云 水 大家基本上 基本上它就是 这些大家都蛮喜欢的 东西 下面呢 我这样子 我接触着这个示范画 大家边画边的讲 好 我现在先把我画画了几种材料给大家说一说 首先第一个是笔 这次是我最主要的笔 是画三十的 十环笔 这个笔呢 很有弹性 画出来的三十呢 变化很多 还有一种笔 这种 点子笔 点子笔是我自己 腌制出来的一种笔 这个笔点点子的时候 它效果非常好 特别是点树丛 这个树的树冠这些 这是蛮好的一支笔 很有特点的 另外就是轰云的 这笔 外面一圈 它是用羊毫做成的 用羊毫做成的 里面呢 用的是尖好 比较硬的一种 一种毛质 因为我画云的方法跟别人不一样 我是用笔根做色 笔尖是清爽的 说笔一定要有弹性 很有弹性的 另外几种笔 有一种是小石棺 是画比较精致的一种笔 这是是画比较精致的三十